超级简单可爱的小星星挂件视频叫出来了 线材酥酥姐四股勾针一点吧 首先环形起针 在手上绕一圈 勾针把线带过来 立一个起立针 接着在圈里勾织短针 这样为一针的短针 一共勾织五针短针 勾好以后拉紧这个线头 找到第一针进行引拔 立一个起立针勾织第二圈 第二圈勾短针加针 在每个针目里面都给它勾出两针的短针 这样为一组 一共勾织五组短针加针 勾好后找到第一针的位置 给它进行引拔 立一个起立针勾织第三圈 第一针目上先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针目勾一个加针 这一圈的规律 一个短针一组加针 一共勾织五组 勾好后跟第一针进行引拔 勾织第四圈 立起立针 先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一组加针 下一针再勾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一组加针 一个短针 这样为一组 一共给它勾织五组 勾好后跟第一针进行引拔 立一个起立针 接下来都是在第一个针目给它勾织 先勾一个短针 先勾一个短针 再勾一针的中长针 再勾一针的长针 再勾一个中长针 再勾织一个短针 全部都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接下来我们开始给它勾织引拔针 一个 下一针再勾一个引拔针 两个 下一针再勾一针 三个 三个引拔针间隔 下一针还是同上一个针目一样 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再一个中长针 再一针的短针 接着再给它勾织三针的引拔针 一直重复 这一个规律一共给它勾织五足 勾好后跟第一针引拔 留一部分的线头 用于缝合给它断线 另一片不需要留线 接下来给它缝合就可以了 一针对应着一针 接下来给它缝合 完成了 这个超级简单 适合新手操作 赶紧做起来吧 接下来给它缝合 接下来给它缝合